传承是什么 是波澜壮阔的眷庸画权 是亘古不灭的新火相传 是贯穿古今的如剑光阴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从历史的河流中拾其先祖的记忆 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传播文明的殉章 他们将通过北京卫视的推广与帮助 走进联合国的舞团 为世尽心力 他们就是传承者 四大导师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继承 其中很重要的是精神 我们就是提供一个女性的角度 十大青年代表 我觉得我们秋实老师一天都特别喜欢过渡发挥 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这次要当这个坏人了 我觉得我们永远是能够举出反例 例子打 例子是打不完的 难道简单快乐就要来到我们身后的一席之地吗 交换各自文化观念 他亮文明传承之光 他们将带领众多的传承者走进公众视野 向你致敬 在这个冬天 奏向最强劲的传承之音 传承者第三集 经过一番激烈争夺 冥冥战队最终收获得首饰龙 我几年加入冥冥战队 王后战队选择动足大哥 马上更加震撼人心的传承者第四集 即将开始 让我们视目一 这里是由洛特身胶囊度假冠名播出的 北京卫视大型文化的节目传承者 每天一粒诺特身保护心脑血管健康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将看到各式各样的表演 也将听到四位嘉宾 和十位青年团之间的唇枪舌剑 这一切只为了让经典再度流行 让传承走向世界 那两组嘉宾将会带领他们选出的传承者 走上联合国的舞台 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的精彩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四位嘉宾 首先欢迎的是 明明组合的陈道明老师 欢迎范明老师 欢迎王侯组合的侯沛辰 欢迎范明老师 欢迎十位青年团的成员 谢谢各位 谢谢 请坐 北京卫视传承者 让我们有请今晚的第一位传承者登场 任如秋霜 不寒而栗 是对勇气与心灵的考验 也是民族文化的捷径 欢迎啊 欢迎啊 欢迎来到传承者的舞台 大喜要加入 大家好 我叫龙光青 来自贵州松桃苗族之县 这是我的徒弟叫唐宇辉 自古以来 苗族人民对刀 一直寄予很大崇拜 上刀山 更是苗族人民祭祀和庆祝中的一种重要活动 被世代相传 可以说是彰显勇气 祭拜先祖和神明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 这种技法成为了庆典中常见的表演节目 今天给我们在现场表演的是哪个传统文化的项目 赤脚 斜走大刀 赤脚 斜走 大刀 赤脚啊 所以接下来全场的观众 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 这太酷了吧 这把刀的全长是18米 最高的位置距离地面的高度是10米 倾斜的角度是35度 它的重量达到了2.3吨 2.3吨 道明老师您此前见到过这么大这么重的刀吗 从未有过 我见过 那是在梦里 这么大一个刀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我刚才听到是这边吧 有几个观众在议论 说这是真的刀吗 所以是不是真刀 得看看它风不风利啊 佩岑 你愿意上来试试吗 我看起来平常有在切菜 切菜 对 好 我来看看 好 开闪 小心点 好 切个黄瓜丝或者黄瓜片都可以 好 通常看力不力要这样子下去 对 你可以再轻一点 你能够到最高部位 高块 正对了 小心手 我以为它的这个会很宽 就它是窄窄的这样子一片 就是一根细线 比你头发还小的那么它才快 上面的这个风力程度跟下面是一样的吗 我叫我的徒弟一试一下 看看徒弟怎么试刀 好 霜的 哇 还我 削片去 削片去 这绝对是把锋利的真刀啊 那师傅要做的是光着双脚行走 我们看到 刀的最顶上有一个弯度 那个弯度的弧度超过35度 如果今天我们的师傅发挥好的话 他可能会挑战超过35度的这个弯度 所以接下来师傅调整一下您的状态 您随时准备好了 我们就随时开始 好的 师傅是光着脚在刀上行走的 您的房子 您的房子 您好 That the 那 您一收好 您好 您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那个肯定是脚有点他自己的那个走法 掉下来什么 他应该是跳下来 歪走了呀 他不光要那个踩到而且还要保持平衡的 这个这个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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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他已经完成了35度的攀爬 如果再往上走 刀的弯度将超过35度 还要不就倒下来 你坐下了 你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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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不要爬 好 噢 噢 噢 徐師傅一定安全第一啊 這次一定會 噢 好 好 上面就把它短了 那個更寫的應該 對啊對那個很寫 對 不是吧 哎呦哎呦哎呦 他要拿頭啊 不要吧 我看了好難受 哎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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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再走不下來吧 應該不會再跟這個走不下來呢 都说这上山容易下山难 您是需要我们让您从这儿 直接降下来 通过威亚的方式 还是您要走回去 哎呀他还要往下下这个就可能 不管了 下比那个要上来还难 这个可不可以 您确认您是要走下来吗 我会挑战自己 战胜自己 安全下来的 这个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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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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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下来真的太难了 这块没有的服了 你要把重心压得很低 看不下去了对不对 太可怕了 哎呀 哎呀 你冷静一点 下来更危险 对啊 对啊 你那个重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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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重新的孩子真的不错 哇 啥 走吧 你们这个灯光有点问题 我看不了 我看不了 看不了 那从中间这边下来好不好 飞瓜有问题 飞瓜有问题 是出了什么问题 它那边有个强光 它会打到那个刀上的时候 它会刺眼 飞瓜有问题 我看不了 就是他在看不见的 就是拿不准那个那种类似 我会挑战自己 战争自己 我会挑战自己 战争自己 不是吧 那我准备啊 那我送你 banner 那我送你 你带那个 我看不了 你带没有 你带那个 我找你吧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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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那个 太好记了他 谢谢你们的掌声和你们的真诚 要不我上不起了 我离吉师傅离得近 吉师傅满头都是汗呢 您的脚我们看看 没破吧 天哪 我觉得配成都有点惊魂未定 我刚刚都不敢呼吸 我都忘了吐气 可是我发现吉师傅很调皮 他其实到时候 他每次做一个严重的动作 然后我们每个人为他紧张的时候 他还会扭一下 然后公意吓一下我们 我们佩服的五岂投地了 您的家乡 我去过 我原来知道是歌舞之香 服饰之香 今天我知道了 是铁汉大刀之香 他挑战这个难度 我能感觉到 关键难得可怕呢 就危险性 你看他摔下来 你这个东西 对 没有任何保护 对 这个英雄我觉得你了不起 你这个非常慈祥的英雄 非常棒 OK 谢谢 今天过去我们通常讲当刀梯 然后刀有横的 然后有在梯子里边的 是的 这个是你演练的 这个是你演绎的吗 我是1986年创建了这个鞋手大刀 这是你创的是吧 我创新的 应该说传承这个文化 我们不创新不行嘛 必须要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 要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挑战自己 我想问一下 你掉下来过吗 没有 如果掉下来 今天就不能站在这里了 我想拿一个小小的东西过来 让咪咪组合和我们的王后组合 他们来体验一下 刚才范冯老师特别提 一种要来试一下 那您就别含糊了 关键 我让你走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不得了 不行 太疼了 一 二 三 五秒钟 五秒钟 来 五 四 二 二 一 好 别 别 别 确实有点酸心的疼 你来 你来扶导我们的 何佛老师 好好 你扶着他 没事了 这可以扶对 可以扶 提升一点 那么扶 一 二 三 太时尚了 直接用脚心 费车好厉害 好豁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可以下来了 谢谢 有点担心 谢谢 所以你看他们一体验才知道 想练就这样的一身 钢筋铁骨有多不容易啊 那咱们的徒弟小唐 他要给我们表演的是 在这几个刀架上行走是吗 对 给大家展示一下 啊 啊 他们用脚趾抓得很清楚 啊 妹妹小心 对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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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要通过传承者的舞台选出更多能够传承的节目 让他们走上联合国的舞台 让世界看到 接下来就轮到了我们青年团发言的时间 马上 青年交锋正式开始 在我们正常的体育运动呢 更多的核心是强身健体 我练这个东西呢 不会对身体造成过多的伤害 但是我自己看这个的时候 我总觉得对脚还挺伤害的 比如我弟弟 我妹妹说要练这事儿 我作为哥哥同不同意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同意 我们都知道您运用的这个原理是 压强等于力除以接触面积嘛 这么一个公式 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我就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您这个脚底的受力 大概您的体重是150斤左右 我觉得您这个压力最大也不会超过10万帕 但是我们人体可以承受的最大的压强 其实可以达到40万到50万帕 就是反而觉得不是很有意义 关键他有个刀击二孩子 一个刀刃一个黄个锣啪能消掉 那么快的一个刀刃 如果你踩它们 你还弹压强吗 我不懂啊孩子 我这实在停不下区域了是吧 这么精彩的一个节目 你们都怎么了对吧 博士上来质疑说 其实压强没那么强 你去啊博士 我觉得他刚才忽略了下坡的时候 那个阻力摩擦力各种力 好多力的 计算的时候算出来的数值 跟人站到上面去的心理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那个数字很冰冷 因为一旦到了现场 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预测的 这个坡度也好 灯光也好 这些为什么我们都不考虑在内呢 人性的东西就为什么被数字取代了呢 说句不好听的 我们是在遭受一种心灵折磨 就是看着一个人 一个朋友 用脚踩在刀刃上 我们心里是很揪心的 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到非常紧张 为什么会暴雨掌声 是因为这个折磨终于结束了 对吧 就是这个活动本身 现在它本身富含的文化意义 传承意义 不是那么明晰 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表演 因此我不会同意这个项目 谢谢 那这场表演就像刚才几位说的 更多的只是一场单纯的表演 那我作为一个观众 我的观感其实是心里很揪心的 就包括鼓掌都是一种惊吓 还有就是 我有看过之前就是那些资料 原来可能是给人们一种鼓舞啊 可能天灾来了 我们上个刀山啊 可能能祈求一些平安啊 或者别人生病了 我给你们做一个仪式啊 就怎样怎样的 就是你真的发烧感冒了 你吃个药就得了 你在那咔咔给我上个刀 我没准烧下不起 我血压还得再上去 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这两个小朋友的问题 就是紧张刺激 手心出汗 这本身是娱乐的一部分 是人需要的 就像我们看电影 知道这个电影很悲哀 要哭 为什么还要去看呢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生活能论一种需要 所以这个理论不存在 上刀山下火海这个形式 其实是表现出我们先民 对于刀和火 这两样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食物链顶端的 这样一种核心技能 和核心方法的一种祭典 我们没有忘记 为什么我们是人 因为我们征服了这两项危险 但又十分有用的工具 谢谢大家 我们传统话中都有一句上刀山 一说大家都知道 可是还有五六十亿人 从来都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活动 有这样一个行为叫上刀山 背后有这样挑战艰难的意义 和勇气的价值 从来都不知道 还有人可以在这样的坡途上行走 老外走个钢索 拿个长长的竹竿 走个钢索 都觉得特别嘚瑟 不得了了 走个山顶上 都拿个自拍一拍一下 因为我在山顶上 我即限运动 发到网上就上千万的点击量 为什么这样的东西 世界不应该看到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 我特别好吃这件事情 好 马上青年团和导师们 都需要用投票的方式 来表达你们的态度 开始投票 明明明组合的青年团 明明组合的青年团 给出的票数是三票 接下来轮到了 王猴组合背后的青年团 开始投票 同样青年团也是给出了三票 那接下来 四位嘉宾你们手中的每一票 都将决定着他们的去留 好 我刚才态度也表明了 不重复了 对于你们组合来说 您这一票很关键 我们这个组合选不选他 在于你老人家了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陈道明老师 如果他投票 那就意味着他们的组合 选择了你们 你们觉得好看吗 好看 觉得他走得很远的人 你们觉得举手 OK 明白 首先是好看 首先是好看 我也认为好看 我也认为很精彩 但是因为我们林林总总的 我们要有几十个节目 今天我们就有五六个节目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不选了 对不起 所以这就意味 我就怕你按YES 因为我最怕跟陈道明老师 那一队抢人 那他按这样子 我们就有机会了 杰老师 谢谢 一顺后我们选择你和你的项目 实际上是给中华先人浪漫主义 所创造出来的上刀三 一个选择 所以要恭喜你们 现在你们正式被追入了 王侯战队 恭喜 等一下 你们可以走上一席之地 谢谢大家 在南宋时期流传的一种古老的绝技 秀里乾坤藏月月 变幻莫测 显神奇 她是华夏艺术之林的瑰宝 两根木头棍 注意看 棍挨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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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趁这刺啊 这头线能放长 还能缩短 说这么正的 没看什么样 蹲出来瞧瞧 看着啊 走 一拽不得拽回去 看着啊 走 一蹲它蹲回去 走 你说你这个戏法还变呢 两根木头棍 打个通眼 拴条线 来回来去撑 通的 不对 真是通的 不敢打开来看看两个瞧瞧 评论你们看看 观众瞧没连着 撑不回去没点事 注意看啊 撑这个也行 蹲这个也灵 来这也可以 拽这也凑合 下边是连着的吧 下边连着 有问题提 后不连着了 我一猜你就这么说 后不真连着他不敢离开 我离你看看 看着啊 完了吧 你猜不着 我今天整六十 我打八岁就哄的人 你要能猜着 我不白练了吗 他就手上的固子能再离开一看 离远点 放这一个 这行了吧 太棒了 离远了 这没关系 注意看 我蹲这个 蹲这个 这个回去 来这个这回去 来这个这回去 这两个都不回去 我回去 不变了 你远点 一直到我家上 走 你转转回去 有办法连着的呀 走 好 这怎么弄这个 你们俩听起来 有机关 有机关 有的观众有研究了 你这棍啊 还有问题 可能是空的 里面有坠头坠的 真有坠头坠的 线跟棍一边长 比比您瞧瞧 线比棍长一块 别纳闷 这是根通线 看着啊 通线 有没有 没问题 通线 这沉长了不许回去 这不得沉长了 听话不许回去 看着啊 走 都沉长了 这俩没有关系 沉长了回不去了 我这么绝险 那多寒碜 这不两个棍吗 你注意看啊 这棍怕磕子 这棍怕歪嘴 这一磕子就回去 注意啊 我磕子 回来 生疼 我磕到行吗 你磕子不行 那不行 但是你可以过来来 你这来 你揽车回去不回去 你说 你来这才回去吗 我应该能回去 你来试试 慢慢这样吧 对对 走 对对 确实不可 两个是个的 一点不搭 太深了这个 你磕他一回 使劲 他主要不听你的 看着我磕了 看着啊 再来一回啊 一磕就回去 回去了 这歪嘴就回来 歪嘴 嘴一歪他就回去 看着啊 他没任何动作 好吧 对 向你致敬 我很无知很尴尬 很丢人 我们就请出 房一厅先生 给大家背演中国大戏法 叫极庆有约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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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吓到我了 怎么这么多鱼啊 你从虾本拿出来的 好像是个塔 对 天哪 要还能分开的 好 没了 确实没了 我现在就是 我不想知道你是咋变的 我就想知道你是咋放的 太可怕了 大火了 还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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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 他要能再装回去 我也觉得也很神 我觉得这衣服后面那个位置看起来有点不自然 好棒 放在刀那儿吗 夹着 天哪 放在刀那儿 太牛了 还有一个 翻滚 翻滚为什么这么拖出来 厉害厉害 太棒了 太棒了 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谢谢您 总是我们把您的搭档肖先生也带着请回舞台 来有请 四位导师能猜出咱们房先生今年的年龄吗 就看刚才这个身手 解着呢 72 您看到了 对 72岁了 还是皇上厉害 72的身手还这么好 肖先生您呢 60 60 对 从来没有抢这个发过言 对 第一次 我为什么要抢这个发言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老夏 天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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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 你也是天经的 天经的 然后去了云南 对吧 您太 您能那么了解我 因为我看过你很多节目 我任何节目可能都要做一下功课 你的节目我没做功课 为什么呢 天经 天花景知道吧 天花景知道 劝肠楼上 对 我比你大几岁 我更知道了 小时睡过小时 天花景有一个小戏台 我小时候桌子一样高的时候 就这张照片 就是这个天花景 那时候呢 天经这个天花景呢 演示综艺节目 有京剧 有曲艺 然后也有变魔术 我父母呢 就曾经带我去过一次天花景 看的其中一个节目 就是大变金鱼缸 什么叫湘口 眼砸了 哎呦 鱼缸从那袍子里啪啪就掉出来了 这个不容易 您看还真不容易 一般看不见这个 哎呦 就是当时啊 就是给我这心灵的创伤啊 因为出了一趟 看上节目是不容易的 不像现在 尤其你们小孩 愿意看失败 看别人眼砸了 然后好吐槽 这个魔术 从此以后 嗯 就再没看过 是啊 你迷合了我小时候的创伤 我太幸运了 哎呀我太幸运了 哎呀 哎呀 还有我觉得确实 没落伍 对 当然我们现在 包括我们欧洲的戏法 现在那些小魔术 也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从装扮 从它的形式到内容 确实有它独特的地方 就是国外人不能取而代之 对 我不相信一个洋人 他穿着忠实的袍子来做这件事 对 会很奇怪 是吧 对对对 这事会很奇怪 对 当然我们希望他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的文化需要传承 好 需要走向世界 好好好 谢谢您 谢谢 一定的一定 老先生 喜欢向你致敬 谢谢 还能那么身轻如艳 谢谢 你可能这个功夫一直不敢断 对 你还能翻跟头 对不起 40岁以前是玩杂技的 对 对 您真是太了解我了 40岁之后出道 开始转行 这是咋 22岁练杂技的时候 原来是玩抵托的 对 抵托 112岁一个女孩 她过了一战 我一手就啪就举起来了 哎呀 哎呀 太厉害了 谢谢你 小先生 谢谢你们 我对魔术的记忆 全是大戏法 哦 我想问一个事 您说就说 您不说也行 你火是什么时候点灶的 王老师提的这问题很尖锐 这个灶了 在里面灶了 有那个给自己烧了 这个过去有个老先生给烧了 晚了 我出了一个大黑东西 呼呼呼呼的在那烧火 就没意思了 这个就恰在那个 要观众正看的惊奇 刷出了火 对 这个点是特别厉害 这就需要功夫了 呃 您也不想叫我说 我也不能说 哈哈哈哈 哎 对对对 真是 咱中国的古彩戏法 是2400年流传到今天 它没有生命力 它能延长到今天 我们大家说 对吧 咱一定要把它延续下去 这个确实厉害 我在国外演出 有一次在日本 演出有个翻译 我演了两场以后 他追了我两天 他不问别的 他就问你 最后翻完跟头 那个东西 你唱的哪儿了 他就问 他一出现我就跑了 这个不能说 这绝对不能说 这国家的机密 这属于 确实机密 对 老实说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中国魔术 我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变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戏法 就应该要被全世界看见 太帅了 太厉害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你们背后的青年团 看看他们对于骨彩戏法 有什么样的说法 那现在魔术 其实也在不断进步 像我们看到 好多魔术有情景剧 龙石运用的是 现在的声光电 高科技 但其实像骨彩戏法 我小时候看到的 和今天在这看到的 其实表演内容差不太多 那如果以后 拿到更大的舞台上去看 第一次 我好新奇 在我后面就 Just so so 就之前看过 戳不到的兴奋点 就我觉得传承 它不应该是留存 应该让它流行 它也许能够变化一些 运用一下声光电的技术 再结合一下 可能会变得更好 说白了 你就带着 我们看东西 会有感光上的喜喜艳旧 两回事 老外都不看声光电 他们都看孽白了 它有镜头的帮助 各方面拍摄的需要 会让你视觉产生没有了 是声光的作用 这个是真东西 对不对 对 我特别不同意刚才的发言 为什么 现在西方的那些 大型的场景魔术也好 我们也看你了 对 就是大卫科伯菲尔 就把一个什么大火车 就变没了 也就这样了 为什么我们古彩戏法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不在于技术 而在它伸手过硬 这个伸手 是本质上的 它最单纯的这个戏法 结合了什么 结合了杂技 还结合了雅剧 它是三者合一的一个表演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 去传承下去 古彩戏法变得非常好 大家都觉得非常震撼 但是现在可能我们这么多年轻人 每年在等春晚的时候 好像总在想我在等刘谦的魔术 而几乎没有人在想说 我想等我们的一个戏法怎么怎么样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想拿过来讨论一下 就是为什么大家到等刘谦的魔术 因为我们会知道 它今年会不会有什么新花样 但如果说您变这个 我今年想 它可能今年又多了几盘金鱼 没有我们等刘谦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等大家 怎么去找他的那些 接穿他 对 对 我们一直在找他 找他看脸 你也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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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他的手段始终不更新 其实我觉得这是媒体人的责任 如果今天我们的节目制造团队 能对两位老师 有一个新的形象的塑造 一个新节目就出现了呀 他说的是改革 比如这东西 我就觉得 咱中国的老组组 文化就是京剧 大家都知道 肯定都知道 再不喜欢的那些看 我都知道 你比如说 诸葛亮施控展 这些东西 它已经都定型了 是基本了 已经流传了多数年了 你让它提高 它就从嗓音上 表演上 各方面就提高 你不能说 我要改革 我非给诸葛亮戴个美国帽 穿个草鞋 穿个草鞋 你不能让大刀 大刀必须变成机关枪 对 它大刀的存在价值 就是大刀的存在价值 对 你不能说 怎么不是机关枪 我们希望看机关枪 这是两回事 对 其实今天 王先生 他们表演的 肖先生表演的这些东西 是中国魔术的一讲 对 不要以为中国魔术 就这么点东西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确实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就是要继续开发其他项目 就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 没有资格说好坏 但是我们可以承担起传承的责任 对 对 这真是 现在啊 就有好多行内的人也好 就在一块开会 这鼓探戏板快没人看了 您那几位一说 我这信心更强 我刚才说悬了 我可能还能演十年 哇 绝对不起 接下来 所有青年团的成员 用按键的方式 来表达你们是否支持这个项目 开始 投票 王侯组合青年团投出了四票 明明组合背后的五位青年团 开始 投票 这条看接下来 四位老师的选择了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进入抢人的环节 抢还是不抢 我们俩就一二三 好 抢 好 现在王侯组合是给出了一共六票 明明组合 我必须赢 我必须赢 道明老师 我希望您是这期节目的我的中选 全力反转 您现在拥有了挑选战队的权力 您要加入明明组合还是王侯组合 我希望您是这期节目的我的中选 我希望您是这期节目的我的中选 我的中选 恭敬不如从命 那个我们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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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房先生 我们恭喜您搞上一期之地 我们想通过这个平台 宣扬一下咱的中国的古兰戏法传统艺术 咱中国的古兰戏法2400年流传到今天 咱一定要把它延续下去 他彰显了一代帝王的丰功尾翼 他描绘了一幅灰弘的历史画卷 扶养之剑 终剑象征 尽显英雄气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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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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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蹬腿呢 这样咱们摔过摔成什么样啊 还要自己扮自己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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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看过这个 没有 没有看过 我觉得好好玩 谢谢 太辛苦了 特别的累 你看都累得上气不见下气 这我们让他们先把这个行头卸下来喝风水好不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四位老师好 我们刚刚为大家表演的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龙画满足二贵摔跤 我来自河北龙画县文化馆 是一名全文辅导员 我叫陈彬彬 陈彬彬 我有一个满姓 我是满族人 我的满姓我姓不达诗礼 是皇亲贵族吗 是湘蓝旗 哦 这个二贵摔跤 它是康熙除敖拜 当时的这个故事 掩面而来的 康熙皇帝 为了铲除监党敖拜 训练了一群小摔跤手 贵族的摔跤手 后来呢 请敖拜 观看摔跤的同时 至勤敖拜 后人为了纪念康熙皇帝 这一伟大的壮举 将这个形式 演变成为二贵摔跤 康熙看完这一幕 有勾起您对过往的回忆吗 先让小李子说吧 先让小李子说吧 好的 皇上 那我就说了 好的 皇上 那我就说了 我个人感觉 这个摔跤 有一点我不可思议 为什么几分钟 你们累这么厉害 二贵摔跤呢 像我这样 就这个姿势 脑供血不足 这是第一 还有 是反人的身体作用力的 反着呢 他这比平板支撑还难 所以正常我们这二贵摔跤表演 就是在晚上 演一场 演一场大概三分钟到五分钟的表演 就这个时间了 对 小李子已经说完了 关于那个 就康熙 他应该是一个典故 是吧 康熙 到外 这个 把他变成这个摔跤这个模式 是一个传说 对 剧传说嘛 我问过学者 应该有的叫二鬼 就是要么鬼怪的鬼 他是过去一个社会的仪式中的一部分 我想问你们是靠这个商演吗 不是 不赚钱吗 不赚 就是为了越于爱好 对对对 你就是作为文化馆的这个工作人员 对 文化馆的全民辅导员 然后这是你的徒弟们 我的学生吧 你的学生 这还有多少 目前我教过在龙化的学生 大概在一百五十人左右 收费吗 不收费 这是工作 我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了 我记得范明老师最早那部作品《民工》 那种感觉真是 他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人 就是一个 你刚才说什么 他什么 他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人 他特朴实的人是吗 对 我演的个人物可朴实了 对 你演的人物很朴实 这个很正确 但是不代表范明很朴实 我还行 我借过去扬起朴实时间 我真的没看出来 出咱俩土洋结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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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 你个人的情怀 你征服了我 我目前对你 还是对这个节目 我印象非常之好 OK 真的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毫无原则的人 到现在为止 没有投过一次反对票 你哪个投了 回答我 回答我 我想想 好像今天还真没有 你想什么想 你就差拿脚头了 皇上的口才确实了得 把小李子已经说得面色坦白 但是现在 我都跟范明说过 这个靠我原来的印象 是可以不选的 但是听完你们的介绍 我问了一系列的问题之后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我变了 为了什么 为了坚持在基层文化的传承者们 为了这些年轻人们 为了我们中国的这个传承文化 不辞辛苦 对 不计报酬 任劳任怨 对 这种对不计报酬 不是这节目有多高 英雄所见 确实是你们的这种背后的精神 让我变了 所以我肯定同意 接下来的时间 观点交锋 现在开始 因为刚才聊的时候 说有没有接商演 有没有到外面去演出 其实大家都说 不接不接不接 就绝对是不接的 你们是非常拒绝 拿他去创一点 收这件事吗 我们基本上 不接商演 二贵摔跤走得很远 美国 韩国 中国大地 他走得很远 但是有偿的 寥寥无几 基本上都是无常 基本上就是管吃管住 管车位 因为拿钱 没办法衡量 二贵摔跤的魅力 其实这个表演项目 它有一定的客观的局限性 这个局限性 包含它 比如说 剧目比较单一 主题比较单纯 表演的形式 也比较单薄 传承者 除了者之外 传承两字 也同样重要 我们要传承下 就让他走到我们身后的一席之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个人的一个标准是 要有美感 或者说 我们有历史上面的厚重感 或者有很美大的精神内涵 我觉得这方面 我们可能稍微欠缺一点 美大精神内涵够啊 这些不计报酬 在基层文化工作的 我觉得很好 对 我们这就够了 在基层的是基层 但是走到这个后边 我还需要基层之外的一些美感 刚才也问到 它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觉得它是有的 刚才陈老师也讲到 它在有的地方叫二鬼摔跤 有的地方叫二鬼打架 它是社会和这个庙会上的活动 中国的所有戏曲文化都经历一个娱乐神 娱乐人 娱乐观众这么一个过程 今天我们光看见了它 愚人的这一面 就没有看到当年愚神的那一面 似乎就稍微欠缺了一点 谢谢大家 您这个项目来说 传承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太大 因为首先您说这个难度最大 也是体力要跟得上 就是如果说体力跟得上的话 学个20分钟就能学会 您看您一个人就找到这么多土地 所以说我觉得传承本身的难度 并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并没有必要 让它再走上国际的舞台 另外就是说我奶奶也是满足的 我觉得我们满足文化 它不一定会被外国人理解 就是当您把它推到 那个世界舞台上的话 那外国观众 他不理解这个 敖拜和康熙的这段历史 在这短短几分钟内 他可能既看不到历史 也看不到舞蹈 也看不到摔跤 也觉得不好玩 也觉得不好看了 我是这么想的 我要阐述我两个观点 二贵摔跤为什么不记酬劳 这是跟我们当地有一定的习惯 二贵摔跤每个道具 它的拥有权不是我本人 是龙化县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 龙化县县政府 所以说它是龙化县的 不是某一个人的 所以说不接受商业 这是一点 二贵摔跤土的吊渣 但是看完 让大家乐得开花 我是传承者 传承和者 我把它理解成为两点 传承是需要一个工作 这是人 我是人 我会二贵摔跤 我需要把它传承下去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 今天在这儿 一席之地 有我 没我 无所谓 因为二贵摔跤成就了我 不是我本人成就了二贵摔跤 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 放在这儿 它就是像邱石老师所说 就是给神一个体股 老百姓要高兴 让神保佑他 就是一个特点 你看完了他 你高兴了 你看完了他 你开心了 用多少钱 能买来开心和高兴 你说 谢谢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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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十位青年团的成员 你们要做好准备了 这一轮投票 我们先从王侯组合背后的青年团开始 开始投票 五人中有三人投了支持票 同样也是三人投了支持票 这就意味着你们再一次把难题交到了你们面前的四位老师的手中了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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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救这个项目 忠于你自己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坚持 王红组合给出了五票 给出了五票 这就意味着 目前你们肯定会留在这个舞台上 明宁组合的选择 范明老师 我们还都没做好准备 范明老师已经按键了 好 接下来范明老师 你的选择很重要 兄弟 为什么要理解 他们二位能这么选你们 我可以敬佩他们 从这点我成选他们 不选两个了 就上一个吧 OK 我完了 所以您的选择是不选 他已经成功了 他还没成我选 再想想 再想想你还没按过 皇上都说话了 给你一分钟 再想想 让他选我们是吧 再想想 他从来没有承受过这么大压力 就是皇上的 他平时的压力强给我了 今天我就给给你 皇上让你再想想 皇上让你再想想 他真的很丢劲 全力反转 现在两个战队没有什么 全力反转 陈彬彬拥有出动权 这样彬彬就好实现了 他真出汗了 他真出汗了 我真出汗了 我是不出汗的 他出汗了 而且再次印证了 道明老师说了真对 你是个善变的男人 但是我不是确实 这个你要理解 真是 欢迎你加入战队 好来 冰冰 接下来你将面临的是 反转之后的权力 你要选择王侯组合 还是冥冥组合 在我刚才决定 说出那段话的时候 我以为我的一席之地 没有了 今天我没成想 你有反选的机会 我有反选的机会 本节目是由 诺特申胶囊 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一粒诺特申 保护心脑血管健康 传承者是由 北京红星虎贝宇仙公司 特约播出 红星蓝品二锅头 超越经典 有点柔 感谢胡极花花生油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 胡极花花生油 传承古法 为传承者加油 真正料酒 烧菜菜香 感谢老横河料酒 对于本节目的特别支持 感谢点容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北京现代汽车 全新图胜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安置市场 下载研制APP 研制APP是传承者的 唯一指定官方视频 话题专区 您可以到 研制APP的擂台 传承者专区 上传视频 才以传承者的报名 挑战讨论 还可以拜师出主意 邀请演出 让你家乡的传统文化 更流行 我没成想 你有反选的机会 我有反选的机会 不多说了 恭喜陈彬彬 选择了名人组合 这个舞台 能让更多的观众 认识二贵摔跤的魅力 中国的民族艺术 不光需要十三亿人去看 需要全世界60亿人去看 谢谢陈彬 二贵摔跤的 所有人 我不大喜欢 二贵摔跤 所复载的 历史故事 我不认为 这个二贵摔跤中的 满清 这个武士形象 是他们应该 始终需要坚持的 不是这样的 而是他们的表达 这种表达有一种令人很开心的感觉 特别他们有群体性 加了舞蹈 加了一定的锣鼓点 就使得他现在有些生命力 但是今天最好的是传承人 以年轻者为团队的传承人出场的是这个 他的领衔人是个80后 他的学徒们学生们是90后 他们表达出的乐天努力 那么一种满足感 那么一种为自己从事的这种事业 所感到的那种幸福感 是感染了我们 这个是当代很缺乏的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 我们在寻找中国传承人的一种精神状态 我看见这些年轻人 他们并没有很愁苦 他们并没有那么负载那么重 他们并没有在传承着 把传承作为一个历史 祖先夹在我身上的一个负担 他们很喜乐的 很开朗的很有信心的 很以自己为责任的面对这个事情 这是我觉得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心态 那么今天这个叫陈彬彬 她的状态非常好 这样的年轻人和这样的性格 就当代性格 在我们这时代非常宝贵 我会挑战自己 战略自己 我会挑战自己 战略自己 上刀山传承者的表演 一完了以后 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被他欢呼和鼓掌 因为上刀山的状态和难度 以至挑战性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所以它是极致 这是不可想象的 在世界上有特别挑战自己的各种活动 有的都是非常人所能做到的 这个上刀山 上大刀山 就是一个极致性的事情 确实是让我们惊叹 惊叹 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什么 我总觉得这个传承是跟文化本身 应该有关联的 它不是一个体育的挑战自己 也不是一个这个 绝技的挑战自己 它一定是在一个文化氛围 在一个文化支撑上的东西 这种文化 非常自然地融入了习俗之中 它已经变成习俗的一部分 但是它有个文化状态 它可不是体育 它还不是极限运动 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没有那个文化支撑 没有那个精神的力量 没有它所担负的一种 族群的这样一种责任 完成不了这个事 这个古彩戏法今天就放弃了我童年的记忆 我的所有的童年记忆 就是古彩戏法中的大戏法 中国最本质的东西 最能传承的东西 最代表中国的东西 古彩戏法就是这样的 就是中国传统的 中国文化状态的 中国气派的 中国表达方式的东西 是有生命力的 不要改变它 反而是你能够演成这样 能够传承成这样 这是我们很担忧的 就是你下回我们看到的东西 不是我们这次看到的房师傅 我们很庆幸 我们这次看到的古彩戏法 是古彩戏法的大师 仅存的大师 为我们表演的 滕宝眼福啊 本节目使用诺特生 胶囊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一粒诺特生 保护心脑血管健康 感谢胡锡花花生油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 胡锡花花生油 传承古法 为传承承加油 感谢点容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北京现代汽车 全新途胜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经过今天晚上的学厨 和没有两个项目 加入到了两个组合当中 分别是王头组合背后的 齐先生带来的赤脚踩大刀 以及明明组合背后的 二会摔跤 那么之后呢 这些项目 在经过另一轮的取出之后 将会有可能 登上联合国的舞台 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 传承的魅力 这里是北京卫视的传承者 本节目是由诺特生胶囊 独家冠名播出的 每天一粒诺特生 保护心脑血管健康 再次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让我们下一周再见 上安置市场下载研制APP 研制APP是传承者的唯一 指定官方的视频话题专区 关注新浪微博 at北京为传承者 并参与话题讨论 感谢百度之道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百度之道将致力于 祖国传统文化的保护 感谢新浪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腾讯娱乐 新华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手机用户 通过搜狐新闻客户端 腾讯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今日头条凤凰新闻客户端 新浪新闻客户端 新浪娱乐客户端 获取节目的信息 你还可以通过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凤凰视频 新浪视频 优酷土豆乐视 观看我们的节目 感谢独家无限媒体支持 中国移动新闻早晚报 五分钟看天下 北京卫视传承者 让经典在此流行 让传承走向世界